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 事实上,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真的不是向别人炫耀得来的 真正能过得好的女人,她们往往拥有极大的自信 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 她们大多心态平和,懂得在安静中悄悄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生活中,为什么有些女人尽管年龄很大,却看上去笑蜜如花 而有些女人一到中年,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女人 因为心态,因为精力,因为内在 越活越滋润的女人,无不拥有内在的涵养 她们有好的心态,在精力中不断地吸收与成长 最终变得更加优秀 所以,真正过得好的女人,身上有三个地方 跟一般人不一样,一目了人 一,自信 一个自信的女人精神面貌非常好 无论何时何地,她的眼里都闪着光 这样的女人乐观从容,处事不惊 不慌不忙地把自己变得更好 相反,那些缺少自信的女人 不管身上穿什么高档的衣服 不管戴多么名贵的珠宝首饰 都无法呈现出女性的气质来 现实中,有些女人以为过得好 就是需要一大堆物质来衬托 其实这样反而会让自己变得庸俗 真正拥有自信的女人 哪怕穿着朴素 依然光芒四射,魅力无限 众所周知,杨将就是一位非常自信 优雅的女人 她不管经历了多大的磨难 始终自信满满 对人对事一直乐观积极 最终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晚年的时候,杨将穿得十分朴素 但每次出来会客 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十分整洁得体 反而,她受到了别人的欣赏 尽管年岁已大 脸上没有了年轻女性的光泽 但她自信从容地微笑 却让她焕发出女性独特的风韵 成为了优雅女人的楷模 生活中,不少女人都不懂得这一点 她们处处不自信 却妄图用外在的物质来衬托虚荣的内心 最后却适得其反 一个女人的精神面貌 往往决定了女人的心态 你拥有什么样的心态 也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女人 缺乏自信 满脸愁容 生活自然过得不好 哪怕是遇到爱情的时候 你也会因为自己的不自信 而措施良缘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 整天消沉与自卑的女人 与此相比 一个自信满满 乐观积极的女人 更能让男人疼爱与珍惜 所以 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 首先就看她有没有自信 自信的女人不仅过得好 而且最有魅力 二 思想 女人长得漂亮 这是先天的优势 但拥有自己的思想 有独立的人格 才能活得漂亮 一个思想风营的女人 总是浑身散发出迷人的气质 她们有思想 有追求 有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女人 才是男人所欣赏的 也中间会在生活中越过越好 如果思想贫乏 毫无内在 外表再漂亮 又有什么用 有人说 庸俗的女人 吸引的都是庸俗的男人 而拥有内涵的女人 吸引的都是优秀的男人 这话呀 非常有道理 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是什么样的女人 自然 你就会在什么样的圈子里 那么你过得好不好 就一目了然 那些有思想的女人 往往会投资自己 把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自然她们的圈子不通 她们能过得好 取决于内在的涵养 这样的女人 无论是在感情上 还是生活上 都会与优秀的人来往 最终让自己过得比别人更好 成为简 奥斯丁里 简就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 她从小喜欢读书 不断地充实自己 思想越来越丰富 七眼界和格局非常强大 她拥有高度的自律 读书写文成了她一生的追求 也因此 她浑身上下都透露出淡淡的书想 令人赏心悦目 她会在妹妹的订婚礼上 优雅地读自己写的文章 也会在游灵赶来临的时候 优雅地弹琴 陶冶自己的情操 她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的思想 举止优雅 淡定从容 她把精力大部分 都放在了阅读和写作上面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最终成为了有名的女作家 这样的女人 才是真正过得好的体现 内在的气质 远比外在的虚荣 要幸福得多 所以一个有思想的女人 一定是充满魅力的 这样的女人不做作 不虚荣 在安静中悄悄绽放 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 三 独立 一书在不宜居里写 现今还有谁会照顾睡一辈子 那是多沉重的一个包袱 所以非自立不可 一个女人只有独立自强 才能活得有尊严 有底气 你不需要依靠别人 更不需要依附男人而活 你才能真正地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不独立 就算你把外表 伪装得再好 也掩饰不了内在的空虚 任何时候 女人自尊 自立 自强 才能活出自我 在简爱里 简爱就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女人 不管她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 她都没有丢失自己的尊严 她坚持独立 平等的爱情观 也让罗切斯特对她另眼相看 她不依附罗切斯特 该爱的时候坚定勇敢 不该爱的时候 绝不委屈求全 正如简爱所说 你以为就因为我贫穷 低微 不美 矮小 我就既没有灵魂 也没有心了 你想错了 我跟你一样有灵魂 也完全有一颗心 所以 真正保持独立的女人 才能让别人高看你 当你独立 把自己变得无比强大和优秀时 整个世界都会回报你 无限的温柔 现实中 独立的女人 往往能把生活过得更好 她们从容不迫 荣辱不惊 有足够生活的底气 其实 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 无非就是这样 眼里写满了故事 脸上却不见风声 为什么 因为独立 她没有自卑感 更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真正过得好的女人 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也拥有独立的人格 她们无论在感情 还是生活中 都不被人左右 敢于做真实的自己 所以 看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看她是否独立 独立才不被人看清 独立才能成就 更加优秀的自己 最后 希望每个女人 都拥有生活的尊严与底气 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女人 无论何时 你既可以做 小鸟依人的公主 也可以做 自力更生的女强人 这才是一个女人 终极的魅力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缠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缠 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 Facebook里面 搜索 佛缠 点击关注 就可以 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